没错 那么随着这个细节越来越多的被披露 如今很多人都在关心 到底是谁拍的这段视频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昨天中午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视频的第一爆料人 这个朱瑞峰 他就表示 向他提供不雅视频与贪腐信息的这个线人 既不是视频当中的那个女主角 也不是视频的偷拍者 而是重庆市公安局的一个 这个内部的公安干警 那么而且据这个朱瑞峰表示说 偷拍者是重庆的一名建筑商 那么之所以拍摄这段视频 当然是要以此来对雷正复进行一次要挟 那不仅如此 我们看到这个爆料人朱瑞峰还表示 事后雷正复确实是给他打过几通的电话 而且在电话当中 也曾经声称要和他做朋友 什么的 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是什么样 喂 兄弟啊 这个我们两个既然要见面 这个要聊 好 那有些事情你把它处理好 好不好 有是不是啊 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你说啊 你那个资料不该上网就不要上网了 如果上了什么网 你不要取下来 好不好 好 是不是啊 兄弟 有没有那个情况 是这样 那个因为我们也是通过编委会已经研究了 嗯 哎 你你你国门你怎么这样啊 你说我要要谈啊 还谈啊 那个编委会你是主编啊 对不对 你怎么 咱们兄弟怎么这样啊 是吧 你既然要认那个兄弟的话 那那我不得被人问到你 好不好 好不好 那那你拜托你啊 好 好 好